词曲 李宗盛 当我丢开了地图 当我放开了自己自由的旋转跳舞 当我找到了我要去往何处 当时开始旅途 不然天边沐浴迷补 被你敲打我心深处 才发现自己是天赐予最好的礼物 卸下这个包袱 每一步都有专属的幸福 Don't stop 追着新的舞步 前方的路 是否依然紧紧迷雾 我看见真心的付出 冰雪凝结成一路 Don't stop 梦想却不认输 总有一天 满天星光为我祝福 这一路收获了看路 下一秒就失处 我扛进了光阴的体内 借人光阴将情感传导给残尊 将庞尖心中的情感 流淌向未来 为什么 为什么要帮他们 他也该醒 他们可以帮我释放的 去吧 姐姐 我们终于要踏足人类世界了 雷电尊者 若我的分身可以在梦里上消失 现实里 我就再无敌手 又是 你到底是什么人 要做什么 你竟然从山里 一直追到这儿吧 这个梦果然起作用 这是梦公主为你营造的恐怖梦境 却也是 我的记忆 因为 我知道你最恐惧的是什么 什么 浅层的梦根本无法引起你内心的恐惧 必须让你先以为好现场 放下戒心 让你变成脆弱的人类 失去心力 再深深地折磨你 你在说什么 变成人类 我 我到底是谁 已经晚了 就算你想起来也没有意义 你是想听我 你是谁 强大的雷电尊者 你失去了强大的力量 只是个人类 不管是人类还是什么 我都要教训你 就让你的意识 在整个埋葬吧 现实中也将永远消失 很顽强吗 无能为力的滋味 很痛苦吧 我们真的要消失了吗 谁让我们违背了时间的法则呢 斯西斯 快来救我吗 我就不能不给我添麻烦 安 很好 主要看看 主要看看 还不都是你 谢谢师姐姐 你呀 时间过去了 人一点变化都没有 真是好的意思 你要是继续这么贪玩 以后会误了大事 你 算了 你就这样吧 该回去了 我还有很多 关于未来的问题呢 未来只有时间值得 也有千万种可逐 或许你经历的未来 和它的不一样 叶罗莉魔法 时间的藏河流动了 喂 怎么回事啊 喂 你没事怎么不来帮我们 我是在你完成任务后才没事的 只不过 实习姐姐将我的时间 提前了而已 罗莉 你可回来了 我拦不住她 她非要在这里等你 我看她不像坏人 就没阻止 请公主 请喝茶 我们看见的未来 真的无法改变吗 未来 自然是注定无法改变 但是 可以恢复啊 谢了 走了 那边还有好多事呢 那个人难道是 多谢了 拜拜 或许 有一天你会忘记我 怎么可能 我为什么会忘记你 我们来做客了 你们在做什么呀 前辈们 嗨 哈哈 未来会怎样 只有交给未来 那个人 是金王子吗 叶萝莉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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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离开啦 盖子打开啦 这把梦停满了 接下来 我们也得离开梦境 不好 确定梦境还是坍塌 坍塌 快跟我转叶 灭落多少 梦境转叶 这一身 我们离开梦境了吗 这是我的梦境 什么 你的梦境 外面的世界到底怎么样了 为什么梦境会出现裂痕 难道情感没有归还成功 若要离开这里 解灵还需细灵人 只能冒险了 冒险 一锁力魔法 梦境魔法 梦境魔法 什么 梦公主 快 好不容易让她入睡的 我们出去需要她 让她醒来的方法 有了 美情兔教我的方法 cast 没想到她,梦境人,还挺累的 麻烦 能消失落这么 adventure 我醒了 像 Tam 一枪 不用怕 他现在可听话了 乖萌萌 能不能让我们 离开梦境国度啊 我被封在梦境世界 无法离开 我只能诱人入梦 却无法使人醒 可恶 那要你有什么用吗 回去睡吧 睡 秦宫主 这可是我的梦境国度 我是随你 呼之急来呼之急去的吗 不见了 你想看我 什么 这是我的梦境国度 我一旦醒来 会不会险欲去 可恶 这是什么 突然 好困 刘太明 别睡 你们不该惯醒我的 真以为凭自己 也能操作梦境 人类是无法抵御梦魇的 梦魇术 免罗地魔法 必须情领域 原来小的 可恶 可恶 你拉入更深层的梦境了 梦境 谈她 新公主 你就埋葬在这儿了 可恶 我该怎么离开这儿了 这可是我自己的梦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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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泽恩会怎么样 最后给大家讲一讲 我们应该如何理性地看待核辐射 及待核有道 有些工作 我们不可避免的 可能要接触到 那么在核辐射 萌业的这个领域 也有一个红宝书 这红宝书非常非常的 简单也非常的通俗 就是三个原则 一个原则 是通过这个距离的方式 来减少危害 那么这个距离就是说 我们要远离 第二个原则 也很简单 就是时间 我们必须要接触的时候 我们尽量减少接触的时间 这样可以来降低这个剂量 第三个原则就是屏蔽 在必要的这个作业的方向 我们给它进行一个开孔 其他的方向 我们给它 例如用这个重金属的材料等等 给它屏蔽起来 那么它在其他的几个方向的话 就不会对大家造成这个影响 距离原则 时间原则和屏蔽原则 来减少这个辐射的危害 那么前面我们也说到了 弹核射变 我们为什么会害怕核辐射 主要是由于我们眼睛看不到 我们感知不到它的存在 我们对这个感觉不到 又知道它存在的东西 会有一种这个畏惧的生意 所以科学家们就研发出 各种各样的这个仪器 测量一切来感知这个放射性的存在 一旦我们知道了它在什么地方 那么我们对它也就是能够更好的 加以控制 也能够更好的去规避它 去躲避它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